在戳目的解働 因為我的狗根本不用綁 牠們都會聽話的 現在跟我不熟的話 等一下 跑不見了 要刮充多厲害 你看看這個狗 哇 拖著我走 而且那個 把我拖得很容易的那種感覺 哇 可以拉雪消 我今天要處理這個問題 好 現在一定會吃為什麼 剛好在準備這個食物的時候 我的小狗靠近 哇他不然要咬兩隻小狗 代表他有護食就應該會吃 對狗護食 基本上是正常 不可以對主人護食 煮的雞肉跟那個飼料混在一起 你看 很多啊 你看他昨天沒有吃啊 早上也沒吃 你給他吃多一點 我走靠近一點 看他會不會有發出低喉 因為我先不要去糾正他這種什麼 對人的護食 目前這樣看是還好 因為我現在如果說它胸被我揍 它好不容易適應我這邊的清河感 一下子又消失了 先熟一點 我再來測試這種對人的方面的護士 因為這個骨頭這種東西是比較珍貴的 它平常少吃肉、雞肉 所以你靠近它有時候會胸 它現在是沒有 對我是沒有 我現在為什麼要在制約它這個 就是它開始要注意我的那個眼睛 就是我要下命令之前 它有一個拭目相對的習慣 YES 去 好我試試看 因為它的食物率也不是很高 它的物品率比較強 又讓它動一下 YES 我這邊要稍微牽繩 開始 我現在開始叫它齁 你要乖乖跟著走路齁 GO GO YA 看它想吃就吃不吃就算了齁 注意我齁 不要不要跑 它每到門以後它就分心了齁 好 對 對就是這樣 它不吃齁沒關係 好這個是 不要爆衝的基礎基礎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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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分心齁 不要用胸口齁 去不去 好 好 個價 注意我齁 好 YA 個價 OK OK 等一等 不行齁 不行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一開始呢,我們出去的時候,不要太久 回來,馬上就回來 他剛才也待了兩三分鐘而已,三分鐘 所以讓他感覺到主人不會出去很久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你照顧他的時候,他很興奮他就會撲 前面有被我糾正,沒有很強力的糾正,阻擋他 我們現在看他有沒有改善,沒改善也沒關係 我現在開始正式訓練,繼續 你如果摸他大一點,他就會跳起來 有一點要跳起來 就告訴他,我聲音跟力量都出來了喔 很多那個正向的教法就是說,他撲你,你就背對他 有時候,狗會咬你,直接咬你屁股耶 而且你背對他,那個就是所謂的消極的處罰 就不理他,類似不理他 其實喔,不理他的這個方法,對人類的小孩是有用的 因為你拿走他,愛的東西 比如說,你本來可以跟他玩 你不理他以後,他覺得說 你訂的玩具,把他沒收齁,那小孩子知道 那狗,你跟他講說,你只要撲我,我就不理你 他並不是覺得說,這個有什麼重要的 他就要想辦法再讓你,得到你的注意 咬你的褲子啊,衣服啊 所以我剛剛直接就拍他啦 再看一次喔 再叫我一次,來 耶,有沒有 然後他,這個是他對我的這個 態度會慢慢改變喔 可是他會,這個狗很賊就是 他看我,好像這個人,最好不要撲他 他會撲他原來的主人耶 如果他的主人沒有在學我這樣子喔 一撲馬上制止,克主 他就會變別啊,來 耶! 我們也是愛他,不要撲啊 因為他太喜歡亂撲 而且他專喜歡撲一個陌生人啊 欸 當然我們慢慢呢,他這個 他爆衝 撲人 戰猶豫很強 然後會凶那個公果 體型差不多的 這個 陪伴犬協會教師最多 體型跟他差不多 而且可能比較大的公果 幫你凶看看,沒關係啦 你自己就會得到一些學習啦 OK OK 我們來看看